HELLO 大家好 女人迷的讀者们 我是桑梅老师 那今天呢 我要教给大家的是 核心稳定的动作 总共有五个动作 然后每一个动作呢 大家可以在家里面进行 30秒钟 然后休息10秒钟 再进行第二个动作 那这个五个动作结束之后呢 我们叫做一组 那在家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进行个两到三组 那这些动作呢 都是可以帮助大家 保持核心稳定 避免我们的颈椎受伤 接下来我们就赶快来进行这些动作吧 然后第一个动作我们是做棒式 轴撑棒式 首先我们先把肩胛骨稳定在这边 手肘的部分会在你的肩膀正下方 拳头也会平行在前方 然后再来你的腰部的地方 等一下趴着的时候 都是帮我保持像站直时候的曲线一样 然后再来最后你的脚踝的部分 请帮我兜呈维持90度 然后接下来做个示范 双脚打开与肩同宽 手肘帮我撑好 臀部先抬起来 再把你的膝盖离开地板 然后这个时候呢 有些同学会办的特务是 腰部过于塌陷 这个长期下来会伤到你的腰椎 所以麻烦请把你的臀部往上提高 OK你记得我们在这个时候 也不要臀部推的太高 这样子我们会没有训练到我们的身体去干 5 5、4、3、2、1 好 第二個動作呢 我們是做側棒式 首先先把你的手掌 五隻手指頭放在向前方 然後肩膀幫我一樣Hold住 幫我把身體軀感穩定住 再把你的雙腳往上撐 臀部往上推高 然後記得你的往下面的那個肩膀 不要聳肩 請它往上撐起來 當你覺得強度太高的時候 你可以上腳踩穩在地板上 下腳幫我做屈膝 在地板上做輔助 Go 5、4、3、2、1 好 接著我們要換到另外一邊 在地板上 分享 5 4 3 2 1 好接著我們下一個動作是喘事 好雙腳屈膝踏在地板上 可以的話就用你的後腳跟點在地板 肩胛骨後收雙手平行地板 然後慢慢的往後躺下來 接著再把你的雙腳腳跟離開地板 就直接幫我扣在這邊 好記得你的背部不要凹太多喔 5 4 3 2 1 好下一個動作我們做靜態的潮飾 首先我們先直接躺在地板上 肩胛骨幫我穩定在地板 雙手打開一點點的距離在你的身體兩側 雙腳屈膝踏穩在地板上 下巴微收然後用你的臀部力量 將你的身體往上推高 好如果你覺得你的大腿的感受 大於你的臀部力量 麻煩請稍微往前踏一步 讓你的屁股往上推高 5 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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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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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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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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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9 10 3 3 2 1 好剛剛的核心穩定動作呢 主要是保護我們的脊椎避免受傷 那核心的位置呢 會是在我們的雙腔 以及到骨盆的這邊臀部的地方 那這邊穩定好了之後 下一組影片我們會介紹一些全身性的訓練運動 那大家我們一起加油吧